12月19号,横峰银行举行一年一度的圣诞晚宴及才艺表演秀 总行及分行成员均盛装出席,一起迎接圣诞新年 董事长吴文龙也在会上颁发奖金给服务满十年以上的工作人员 并由各部门经理代表上台接受年终奖金 让员工们在辛苦一年之后的岁末年终之际度过了一个难忘感恩的圣诞餐宴 12月19号,横峰银行在Royal Sinesta Houston饭店举行年终圣诞聚餐 员工们也为这一年一次的难得餐会盛装打扮共聚一堂 总经理张永南首先上台致辞,对一年来的营收及成长和大家分享 他说即使今年休斯顿地区经济下滑,石油行业不景气 但横峰银行再创佳击,利润突破纪录,再创新高 他并感谢董事长及董事会的领导 吴文龙董事长感谢全体同仁一年来的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发挥团结一致的团队精神,齐心协力 并静静业业努力的表现,才有今天令人满意的成绩 每年我们是大事,我们还是要准备 我们每年都要准备,我们的恒风 我们每年都要准备,我们每年都要准备 我们每年都要准备,我们每年都要准备 然后我们来运务我们今年的业努力 2015年结束后 恒丰银行业绩亮眼增长8个百分点 盈利达到2300万美元 恒丰董事会 今年发给每位行员丰厚的年终奖金 感谢大家在2015年对恒丰的支持 令恒丰银行全体董事与员工振奋不已 吴文龙董事长 期许明年达成8%的成长目标 继续到外周开设分行 扩充银行的事业 第二次参加恒丰银行圣诞参会的经文处 黄敏进处长致辞时 也感谢恒丰银行对美南地区所做出的贡献 并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幸福安康 随后吴文龙董事长颁赠金项链给资深干部 表扬服务年满20年、15年及10年的工作人员 全体员工期待的年终奖金 由各部门主管上台代表接受 表达了公司对大家一年来优异表现的感谢之意 美酒佳肴当前 宾客员工举杯庆祝 互相祝福 最后压轴的是才艺表演 由恒丰银行员工单纲演出 精心编创的舞蹈及乐器演奏 展现出员工多才多艺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新上任的公关经理 Jennifer Jo 一起京剧杨贵妃扮相 惊艳亮相 台下响起热烈掌声 彼此鼓励成长 凝聚了和谐团结的气氛 准备承受来年更多的挑战 准备承受来年更多的挑战